千判万判的PSVS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你们的群主 Tenis Family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2022年的Bubblet Pewstrike VS 外观上看透露着一种低调的大气 很符合控制派略微含蓄的一种格调 那么汽水是一个类似电毒亮气的设计 技术上还是一个Pewstrike Control Frame的技术 是一个控制派的技术 那么派轴的部分整体的偏软 护线管延伸到了3点跟9点 对于离地的朋友是一个巨大的福音 那么整个派模是新的 97的派框,16x20的线窗,310克的裸重 310毫米的微穿线平衡,320左右的线后的挥重 62左右的线后的硬度,21,22,21毫米的排框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这支球拍出厂就用了P柄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品控的原因 原厂的P柄并没有市售的那种细腻的感觉 logo也不是发那种金色亮色的感觉 那我们的测试穿线呢,是海的Velocity,MLT,LinxTour,48,46磅 下面呢,我们就进入测评了 喜欢我们的朋友们呢,记得一键三连走一步啊 那么此外呢,你还能在YouTube,B站,小红书,Instagram上面呢,找到我们 想加入我们微信群的朋友们呢 B站私信我们获取录群的二维码 那么这支球拍呢,也是Bubblet的全新诚意之作啊 那么代表了B家目前最偏控制主向的球拍啊 也是直接的对位了啊 比如UNIX Vico Pro啊,Dunlop CX200 Tour的这类的球拍啊 那同时呢,拍框的部分呢,还是一个类似何况的设计啊 那么加上16x20的现状 明显呢,还是对于前辈Pure Control跟Pure Storm的一个致敬啊 那么同时呢,拍面的上部分啊,还是比较的宽的啊 拥有不错的宽容以及旋转潜力啊 可以说也是对于一个现代比赛的一个适应啊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我在拍摄这个视频的时候啊 并没有任何的改动啊 那我也会提及球拍反映出来的一些优缺点啊 那么手感上呢,TW在测评中呢 提到拍头的部分的硬度有上升啊 并且对棒数比较敏感啊 可能对高棒波友好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我还是用了一个福斯加巨纸 并且中低棒数的一个组合啊 那我并没有觉得拍头有特别的硬度的上升 并且宽容整体还是不错的啊 那田区呢,也不能算是小啊 比我的Ultra Pro呢,其实宽容是更好一些的 那么拍头的部分的力量呢,确实显得不足了一些啊 分布的质量呢,并不多啊 那么现场的反馈呢,让我回忆起老款的PU Control Tour 那或者是Prince的Tour95啊 那么也偏向于BladeV7一些啊 啊,来的慢一点,绵一点啊 不像Ultra Pro呢,来的那么干脆以及立体啊 那么当然呢,舒适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对我的手臂啊,肩膀啊都没有任何的压力啊 那底线上呢,这支球拍的控制 以及找点能力是非常不错的啊 改变球路的能力也是不错的 那和我自己常用的Ultra Pro 以及CX200 Tour呢,是非常接近的啊 那么弧度上呢,其实是高于我的Ultra Pro 那旋转潜力呢,也好于我的Ultra Pro 上旋中呢,有明显的落地后的向上的坦跳啊 那我想呢,这对于喜欢多一点旋转的朋友呢,是好消息 深度呢,其实来的要比我自己的主力球拍来的更容易一些啊 但是有一点点不足的部分呢 就是平积球松啊,球还是不透 球向前的动能啊,并不太够 那因此呢,我不少比如说随上的球啊 质量略微会有一点点不足,就容易被穿越 那么相比之下呢,我更喜欢我自己的Ultra Pro 迸发出来的这种冲击力和压制能量 但是同时呢,Pillstrike VS呢 其实拥有更好的过往高度啊 那这对于比赛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好消息 那我非常不满意的啊,其实是发球,两个原因啊 第一个,Bubbler的手柄呢,对我来说是偏大了啊 尤其是我自己常用的是W或者是Dunlop的二号柄啊 那么因此呢,在发球中啊,我的手腕并没有平时那么松弛啊 那么因此呢,拍头这个手腕加速呢,带动小臂内拳就不够啊 我的很多评级下发球啊,都是下网为主啊 因此呢,你可以看到我整场的比赛其实都没有太多信心发一发 基本都是发上选为主 因此呢,可能发球能够之前发球能够拿的一些分啊 现在拿不到了,就减少了 那么此外呢,拍头的重量不多啊 因此出球呢,整体不算透啊 这个穿透力啊,速度都差一点 那当然呢,这个比较好补救啊 那我后来拍头呢,加了一点点重量啊 而这个情况就有不错的好转 但是手柄这个问题啊,我还是很难克服 那么这款球拍呢,Bubbler最小就是做到了二号啊 而这个二号呢,跟我Wilson的三号就基本类似了 当然呢,球拍发上选的结果还是不错的啊 落地会明显的上跳啊 找点也还不错 整体上呢,还是不至于被压制住 那么在这场比赛里呢 我特意在一段时间啊 换了Ultra Pro来体验我自己发球的问题到底在哪儿 我也把一部分的视频发到这里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那么揭发球呢,我是满意的啊 尤其是反手的部分啊 无论是单凡点一拍啊 还是切小挡一板 整体球拍在这个重量上稳定性是不错的 那么正手的部分呢 平击的深度跟球速呢 来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足啊 但是拍头加重量呢 能够很好的提升质量 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其实用这只球拍的这个挥拍的路径 其实是更偏长一点点啊 很大程度上呢 这个是身体自发的啊 去弥补球质不够透的一个自然的结果 那么灰速上呢 整体还是不错的 机动性也是不错的 虽然呢 可能不及我自己的Ultra Pro啊 但是绝对是不慢的 那捷肌跟放小球的部分呢 我的感受比较复杂啊 手感呢 虽然不算那么结实 但和球的连接呢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而因此捷肌啊 小球的信心呢 我自己还是充足的 同时呢 稳定性不错 球拍呢 也相对宽容 那对于我来说 应该是 用对高速来求是有帮助的 那关于机动性的部分呢 球拍的本身的挥足 其实没有问题 但是我受到的困扰呢 还是手柄略微偏大了 比如啊 你在做这个欺骗性的放小球 或者是随上需要转换握拍的时候啊 我自己感觉就不那么顺 高压中呢 手腕发力压的那一下 也确实有一些些顾忌啊 整的压的也不够透 那么当然呢 这个是我个人的体验啊 或许很多朋友是非常适应 B的手柄之后啊 不会有我类似的问题 那么销球呢 我整体是非常满意的 挥足快 跨过空气的感觉很好 包裹也严密 球也吃的进去现场 稳定性也不错 指向性也可以啊 那么唯一不足呢 就是随会不够啊 球呢 离我想要去的弱点 或者速度啊 或者那种 球的那种 脏的程度啊 就差那么一点点 那我加了一点点重量以后啊 又试了一下 整体呢 就更加符合我的期待了 那我自己的打分如下 手感呢 8.3分 舒适8.8 底线之机球8.5 力量8.2 旋转8.6 控制8.7 发球8分 接发球8.4 截击8.4 稳定性8.4 机动性8.5 销球8.4 随挥8.3 总分8.3分 那总结一下啊 Qstrike VS呢 绝对是今年Bubble的一个重头戏啊 那么和其他的VS一样 你依旧可以买到一个两支装啊 做一个参数类似的一个配对啊 首先呢 还是要表扬一下啊 这个VS的这个汽水的设计 以及批饼啊 确实是这支球拍出彩的部分啊 那我个人呢 是非常希望它能够出一号饼 那么手感上呢 在Bubble里面呢 已经是比较靠近我自己的品位了 还是一个偏古典的取向 也比较软 那么控制呢 很出众啊 旋转弧度都比我预料的要好 那么平肌呢 在啊 这个随会以及这个球的质量上呢 略微呢 有些不足啊 那么稳定性机动性啊 在这个重量上啊 都是不错的 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说呢 它是优于 Qstrike本身的一个 更适合全场型球员的一个选择 16x20的现场呢 既拥有了一定的宽容的能力 也拥有同级别 更加出色的一个精准度啊 那么球拍呢 自身的力量倒不是那么大 但是机球的时候 这个形变的感觉呢 会更加的明显一些 那同时呢 它作为一个平台的话 拍头加一点点重量啊 以及三九点加一点点重量 能让整个平击球的能力更加出色 那稳定性呢 也会更上一个档次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这一期的测评了 大家别忘了一键三连 我们微信群见 拜拜